那我在这个地方 我还是希望你了解 这个东西不好计算 如果我们到时候 呈现就是说 如果这个内容是空值 我把它全部加重下 如果是退回 我就不要加重 所以这个时候 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地方放什么呢 放另外一个 叫做退回 是不是 叫做退回 所以假设我现在 我在新增 在订单里面 在订单里面 刚刚是不是做了一个 叫退货 对不对 那我在这边 应该这个名称叫什么 退货 退货的订单ID 好 假设我这边 我改一下 叫做退货 订单ID 那我能不能去标注 退回 退回这个字样 可以啊 所以我又在新增资料行 然后 去做什么 退货 退回 退回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放 related 退回 然后又刮符 enter 您去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叫做 是 这个比较好计算 这个不好计算 例如说 我只要统计 那个退货退回是市的 总金额 销售额的加总 我是不是就算完了 这个不是 这个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有看到吗 什么77361791 可以了解哦 所以你要记住一件事 当我今天我关联的时候 我们刚刚因为这边已经设定好了 两个之间 它是透过订单ID来去做查询 所以它是有查询值的哦 可能你还没有想到 那个查询值的重要性 可是是因为当我们建立好关联 它的查询值就已经被定义清楚了 所以在Power BI里面 根本就不需要去设定 那个VLOOKUP的查询值 然后接下来这边 它直接放说 好 那我要放的结果是什么 方便大家来做计算的是那个第二栏 叫做退回 是退回或不是退回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因为方便我等一下后面的计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退货退回的新增资料 好 那我们这边是不是退货退回 退货退回